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讲的是中国古代三水化关于空间布局的概念 首先我们从五代两宋谈起 这一时期的三水化都是巨杖式的大三大水 如范宽 董元 巨然 以及后来的郭熙 他们的三水化在空间布局上都是三段式的巨杖三水 尤其是郭熙还总结出来了三元法 郭熙的三元法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高远 平远和深远 我们可以从郭熙的早春头就能看出这一点 我们大家先先看看这幅画 首先羊入眼帘的是祖风 祖风很雄味 三腰隐喻薄木之中 郭熙把这种情况称为高远 中景的秦台楼阁 刘泉飞步 蜿蜒的河谷 虚渺的远三 他把这称为平远 从中景向前看 通过整个S形三式引导之道大石 雄距中方 中下方 他把这称为深远 也就是说郭熙把三元法融合在一幅画中 构成了全景式三点透视原理 因此像也把时间的因寿 融入不同的空间之中 成为中国千百年的典范 郭熙之后 北宋的 韩佐和元代的黄光旺又论三元法 这是对三元法的一种补充 韩佐主要是在平远的基础上 强调自己的三元法 他所谈的阔远 迷远和幽远 其实跟达芬奇所说的空气透视 就非常的相近 他们都营造出一种三色迷雾 如蒙似幻的想象中 这种表现形式 比南宋的三水画家 所大量的吸收和运用 这其中有一点就是 南宋画家都生活在松杭一带 这常年的烟雾迷茫 水光炼雁 跟这里面的气候有关 其二呢 与画家所表达的心境有关 如南宋马远 夏鬼和穆熙 所绘制的作品 他们就把这个迷远和幽远 发挥的极致 借敬抒情 还有一点深随的禅礼 寄托以三水之间 我们可以从这些画中可以看 树驱一直 石驱一角 西出一弯 这就是后来所讲的半边话 也就是说他们舍弃了 五代和北宋时期的 大山大水的崇高境界 和宗教的意识感 而是他们的三水 正具有生活化 开启了局部平面的深度空间 一切都在半折半眼 迷迷茫茫中 透露出轻旷和荒寒的境界 黄公望所谓的这种枯原法 其实是一个平面结构的一种综合分析方法 就是说他在不在于这种写实的 像两宋时期的这个写实绘画 而是他就是几乎站在高处 俯视大地 只有平面的平原法 而不重视内部众深感的深远法 这是一味的强调 三世的上下和近远 相结不断的间隔 什么叫间隔的 就是三和三之间的这个连接 和三和三之间的隔开的河流 或者隔开的这种云雾相间的一些东西 我们再看看同时代的泥站 恰巧体现了黄公望所谓的阔远 从他的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两座山丘之间的留白表现水面 就是他在两个山 就是近山和远山 或者是高山和低山之间 留白表现水面 泥站一一般是三段式的特点 它是自下而上 把画面分为前景中景远景三段 我们再看看 它前景一般为中央一块空地 中景段一般都是一片空白 表现平静而辽阔的水面 远景则是一片平缓 杀珠和三连 就是说它几乎决的分层方式 远格之法 断续性的表达了空间的走向 和慢慢的推远的一种过程 在后来研究的这种空间的三元法中 其实在平面上表现一种高度 宽度 深度 三度空间的一种观察方法 那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一种观察方法 就是古人把这种观察方法总结出来 但古代山水画却能在一个平面上把词法自由发挥 就是说 它把三种方法融合在一个画面上 相互穿插使用 就是把无中生有 或有中去无 既是自然的空间 又是思造的空间 就是想象的空间 就是把大的区域缩小 把小的看不见的东西放大 就跟咱们今天所看到的 一些寿终处的一些地形沙盘一样 在这里把雕点的透视改成闪点的 就是雕点不断的在变化 我们现在就是说分析古人的时候 它也有雕点透视 你像南宋的时期的这种绘画三水画 它也跟西方中世纪 或者是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前后的一些三水画是一样的 平原法也有雕点透视 慢慢消失到一点 但是就是古人 把这种雕点不断的在变化 不断的在变化角色 所以说相对于西方风景的雕点透视 中国把它称为三点透视 因此上后来西方古典风景画 直接表达眼前所似的具体场景 就本质的不同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希望大家多期宝贵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